如果暫時找不到我 可能是因為我在治病或我在休息 也請大家多多見諒 好 龍心議員好 可以幫我們談一下 這個惠林議員的這個境況 惠林 那就是因為 因為我之前是 有知道他生病的 但是 沒想到是那麼嚴重 所以 當很多人 那媒體 尤其媒體披露 村長講了以後 更多人問了 那 很不捨 因為我們覺得他 其實我一直跟他打氣 就是為了孩子 這個時候要再堅強一次 你知道唐惠林 他是一個很有理念的人 包括這個 包括我們講這個 能源政策的時候 他認為這個可以照顧很多人 怎麼做 所以他是強力的捍衛 對什麼事情 對的是 他是 堅守不退 這種毅力 我們希望說他在對抗這個病魔的時候 能夠繼續展現這種意義 我們在台南市 有一個 我之前那個 曾副議長 他看到這個報導 他也很傷心 他說怎麼這麼勇敢的一個 女性 會面臨到這麼大的挑戰 他就跟我要他的電話 我說 啊 不然怎麼樣 因為 你知道嗎 我說 這個 這個電話 有時候 他說 他想要 跟他關懷一下 他有找一些人 希望他能夠幫助他 在這個 包括各方面 因為他 還有孩子 所以後來我就把電話給他 就是說 唐惠林的展現 就是他的表現就是這樣 讓人覺得說 可以被肯定 然後 也有很多人 很認同 尤其他那一種 很勇往直前的 那一種 勇敢的精神 跟勇氣 其實在南部 有很多 他的Fans 這些Fans 對他是 相當欣賞 所以我們也希望 惠林能夠 更堅強 來面對這一次的 這個 啊 挑戰 尤其 女人為弱 為母則強 你最快 所以你要趕快 趕快 趕快 拍拼 我們祝福 惠林早日 康復 音樂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說 你跟這惠林議員 代思一下 工作遇到的時候有沒有印象比較深刻的這個部分 他是很投入 他是很投入 很多事 我記得有一次在主持 他那個造勢的時候 就是後來有一個樂團的演唱 哇 看他平時這樣子 那結果這個過程 那是選總統大選的時候 他就在台上 就是 跳啊 哇 我不知道你母才會跳 那 很 窩心啊 他就是說很真 啊 他不會假 所以 我對他印象很深 我也不知道也要跳舞啊 台上啊 跳個這樣 那就是說 那就是說 那種 把全心全意投入在一個 現場 那種 就是因為你要帶動整個 啊 現場的那個 士氣嘛 所以 必須要 這樣做 而且 他也做得很好 啊 可以說是 啊 分寸拿捏的 相當好 而且展現他另外 一面 啊 過去 這麼多年在 啊 這個節目上啊 在各種會議上 沒有看過的 唐惠玲 嗯 根據我們了解就是 惠玲議員他也非常的這個 敬業 到選前期 他還站上舞台 對 因為站上這個舞台 是要非常大的這個力氣 對不對 在舞台上 力氣啊 但是會有壓力啦 就是那你要承受一些抗壓 因為你知道在 我們在主持這種大型場合 你必須要眼觀四面 耳聽八方 所有的現場 那麼多的人 要什麼狀況啊 那有 應該要什麼 因為你在舞台上比較高 而且你有 麥的主控權 啊 你可以發出聲響 控制一切 然後你要告知這個 啊 啊 hold住這個全場的 啊 領導人就是說 現在什麼狀況怎麼樣 啊 啊 傳遞什麼信息 那個當然要必須 全神灌注 所以在舞台上 這樣不可以鬆懈 也不能怠慢 所以你就是必須要全心全意 在那個地方 怕這邊出錯 那邊出錯 這個也要經驗的累積啊 但他也不是這樣 就是他的颱風也是很穩健 齁 但是當那種人更多的時候 小場 中場 大場 叫超大場的那種 他可以在現場 就整個投入 然後 有什麼狀況 有什麼狀況 要什麼人去處理怎麼樣 這個 讓我們很敬佩 那昨天那個惠林議員 他有拍了一段這個影片 向大家這個 問好這樣子 你有看到那段影片嗎 欸 有 那就是 其實我看了 我也酸酸的啦 嗯 就是說 因為大家 他也會 我們都會相互鼓勵嘛 尤其是選舉的時候 其實 勇敢啦 面對了 那我想 祝福 最重要還是要 堅強 堅強 再堅強 好 謝謝你 我想很多好朋友 因為很關心的關係 都非常的憂慮 我想在這邊跟大家講 惠林的經費的部分 現在是沒有問題的 我一定會跟這個病魔奮戰到底 就像跟大家以前站在一起奮戰到底的精神一樣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